哪個島最熱 套中島 嗨,我是小易 歡迎來到童話套中島 一起從童話故事裡 發掘生活中的各種小知識吧 我們都在套中島更新哦 跟你們說 去年我第一次出國 就是去日本的迪士尼遊樂園玩 好好玩哦 好棒哦 只是啊 我們在排一個遊樂設施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不是很大的地震 然後啊 所有的設施都停下來了耶 他們的工作人員 不慌不忙地 引導我們去安全的地方 最後啊 他們還給我們現場的 每一個小朋友 一人跟娃娃哦 後來我才知道 日本是一個地震很多的國家耶 那不是跟台灣一樣嗎 有感覺的地震次數 的確是差不多 但是日本的地震其實比台灣還要頻繁 是哦 為什麼 因為日本位於世界四大板塊的交接處 也就是環太平洋地震帶上 所以在板塊運動的時候 不管是碰撞或是拉扯 都很容易會引起地震跟火山爆發 甚至是引發海嘯 嗯 不太懂啊 你們想哦 如果我們四個人都拿著一塊板子撞在一起 是不是會震動啊 嗯 對啊 想像日本就是那個在四塊板子中間的國家 因為四大板塊都不是固定的 不時會撞在一起 所以日本的地震就會比較多 而我們台灣也是位在兩個板塊的交接處 台灣的護國神山玉山就是兩個板塊推擠所擠出來的哦 哇 好酷哦 原來板塊推擠會造出這麼高大的山哦 對啊 嗯 是啊 你們就知道板塊推擠的力量有多大了 板塊推擠這個部分啊 我們以後有機會再深入介紹 阿當啊 嗯 你先跟大家說說地震的時候應該要注意的事情吧 好的 地震發生時千萬不可以緊張地亂跑哦 因為地震發生時家具有可能會掉下來 或者會有碎玻璃 亂跑的話反而更容易受傷 最正確的避難方法是 就地避難 也就是趴下 找掩護 和握緊 地震發生時 首先趴下身體保護頭部 接著躲到堅固的桌下或床下 尋找掩護 並且抓住緊握桌腳或床腳 以穩定躲避處 如果所在的地方沒有桌子或床的話 只要把握以下三個原則 就可以就地避難哦 原則一 雙手雙膝著地趴下 用雙臂保護頭頸部 原則二 躲在相對堅固的柱子旁 低矮的家具或牆壁角落 原則三 還在搖晃的時候 不要跑到戶外 不要衝向出入口 等待地震搖晃結束後 再等大人來找你們就行了 嗯 嗯 知道了 好啦 那我們該進入故事時間囉 上次說到 陶太郎在途中獲得了狗狗旺財 猴子猴吉 以及稚雞想飛三個夥伴的幫助 他們坐上船 向惡鬼的大本營 鬼島出發了 在船上 他們分工合作 哼 我很擅長划船 划船就交給我吧 我很會講多保證不迷路 讓我來講多吧 我的眼睛好 能看到很遠的東西 讓我來偵查吧 嗯 大家都非常的棒 那我就負責坐船吧 船隻航行了一陣子 進入了一片濃霧的海域 这片海域诡异的風平浪靜 在大家通力合作之下 船隻使出了迷雾 至極突然大喊 呜 前方有座岛 一座黑色的火山岛 出現在大家的眼前 岛屿的半山腰 由兩個破口正冒出熊熊火光 看起來就像是眼睛睁得大大的雙眼 山頂因為噴發崩塌 形成了一對大腳 哦 鬼島不但被迷雾包圍 欸 還是一座火山島欸 感覺好恐怖喔 說到火山 我上禮拜有去陽明山玩 我那個時候才知道原來陽明山有火火山呢 火火山 哎呦 那不是很危險 會不會突然就噴發 好危險喔 陽明山的大屯火山雖然已經被科學家證實是正在活動的火山 但相對於日本的阿蘇火山 夏威夷的基拉維爾火山這些活躍的火山 大屯火山噴發的機率是偏低的 對呀 而且啊 還有厲害的科學家們在實時監測 像是觀察地表溫度 火山氣體 地壳變形和地震活動等等 很少有火山從出現異狀到噴發短於一個禮拜的 換句話說啊 只要做好監測 一定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應變 哦 那就好 嗯 真的 現在可以放心地繼續聽故事了吧 嗯 陶太郎在海面上眺望著鬼島 伴隨著天空時不時傳來雷鳴跟火山爆發的轰隆聲 聽起來就像是惡鬼在生氣 不歡迎他們的到來 哇哇 那肯定就是鬼島 看到惡鬼的城堡了 咕 我飛去看一下 他們一抵達鬼島城堡 裡面就衝出來眾多的鬼怪 陶太郎拿起大刀衝鋒陷阵 勇猛地穿梭在千軍萬馬之間 這些鬼怪根本就不是對手 一下子就被解決掉了 最後啊 只剩下鬼怪的首領 首領揮捂著大狼牙棒走了出來 他是個有著人類身體 頭上長了兩根牛角 嘴裡有長長的虎獵牙 身穿虎皮兜當布 身高啊 超過三公尺的恐怖怪獸 嗯 狂妄的小家伙 居然趕到我的地盤上撒野 嘿 我是陶太郎 嘿 我是陶太郎 我已經知道你叫陶太郎了啦 嘿 我是陶太郎 我知道了 你到底打不打 先等一下 我們都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初次見面 應該要禮貌性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呃 是這樣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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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好 我叫謝伯強 希望大家叫我西巴斯家 我的工作是乖乖首領 助女座A型 興趣是編織打毛線 目前單身 嗯 伯強你好 呃 我希望大家叫我西巴斯家 嗯 沒問題 伯強 伯強 你的工作超酷的 呃 謝謝 我希望你叫我西 伯強 你的褲子是自己編的嗎 對啊 我自己編的 伯強啊 我覺得你的臉色有點不好 你好 你是不是最近都太晚睡了 哎呀 伯強 我跟你說 晚睡對身體不好哦 不但隔天啊 會精神不見 還會有口臭 呃 這樣子啊 伯強 你會不容易交到女朋友 啊 你們真的很討厭啊 哦 你終於露出血的真面目了 謝伯強 你們煩死 我不會收下留情的 嗯 讓我來 哼 陶太郎敏捷地縱身騎上首領的頭 你給我下來 老子要教訓教訓你 首領一邊揮舞著狼牙棒 一邊大聲地怒吼著 說時遲那時快 狗狗使勁地咬住首領的屁屁 猴子在他的腋下搔癢 至極不停地戳他的眼睛 我痛啊 陶太郎 陶太郎打了首領的頭好幾下 甚至啊 把他頭上的一根腳折了下來 羔太郎 被淘太郎勒住 他竟然扑速速地 落下了大颗的泪珠来 最后 首领扔掉了大狼牙棒 投降了 我投降了 原谅我吧 我投降了 请留下我这一条小命吧 从今以后 我发誓我不再做任何坏事了 我愿意把抢来的东西 全部都给你们 鬼怪首领 双手扶地谢罪请求着 嗯 就这么说定了吗 你会言出必行吗 是 就这么说定了 我一定会遵守诺言的 于是 淘太郎 狗狗 猴子 和智姬 就把从鬼怪那里 没收来的东西 装满了一整艘船 离开了鬼岛 他们先将这些东西 完毕归照地还给村民 然后开开心心地返回家乡 嘿 我是淘太郎 父亲大人 母亲大人 我回来了 哎呀 是淘太郎啊 我们的淘太郎终于回来了 哎呀 太好了 老爷爷跟老奶奶看到淘太郎平安无事都好开心哦 狗狗旺财高兴地旺旺叫 猴子猴吉也开心地嘀嘀叫 智姬想飞也高兴地咕咕地叫了起来 结束 我最喜欢这种happy ending了 我也是 对了 小子姐姐 在故事中 你又讲到那个 完毕归照 那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一句成语哦 至于由来 我们就交给阿当哥哥来说明吧 没问题 战国时代 秦王想用十五座城池换取赵国的和氏币 赵王召见令相如 并且问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令相如不想让秦国有攻打赵国的借口 主张送和氏币到秦国去 完成与秦国十五座城池的交换 并说 君王如确定没有和氏的人选 我愿意带着和氏币出使 秦国真的给成 币就留在秦国 不给 我就将和氏币完好的送回赵国 于是呢 赵王派他带着和氏币出使秦国 到了秦国 令相如发觉秦王并不是真的想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和氏币 于是呢 在秦王欣赏和氏币的时候 假意说币上有瑕疵要指给秦王看 等和氏币回到了他的手上 立刻退后了几步 威胁秦王 如果不守信用就要把和氏币摔碎 并且要求秦国必须摘戒五天 秦王没有办法 因为他实在很喜欢那个和氏币 只好答应他摘戒五天的要求 令相如就趁五天的缓冲时间 暗中派人将和氏币送回赵国 等到秦王发觉时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秦王为了彰显自己的度量大 便把令相如放回赵国 哦 原来如此 完毕归赵这句成语就是从这里演变来的哦 后来呢 用来比喻东西完整的归还给原来的主人 哦 我懂了 哎 小姨啊 上次你跟我借的故事书 是不是也该完毕归赵啊 哦 对对对 萌萌很厉害哦 马上就现学现卖 当然啦 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啊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的故事大家还喜欢吗 下一集我们还会说更多好听的故事哦 有什么想分享的事情欢迎来留言给我们哦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